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最低跌400多点 那目前也跌了300多点 又说这个下野线流不太出来 今天这个跳空大跌的原因 你看 今天跳空一跌下来月线破了 那代表说你在这边 一直拼命买股票的 几乎都赔了 那今天台北股市为什么会大跌 我想说你会觉得 今天那盘大跌是正常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这两年假日你看到 美国股市大跌 对不对 你去看 道琼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就已经破月线 然后呢礼拜五大跌 高科技股也大跌 都用跳空的 这一半最弱 这一半现在跌下来之后 离前提没有多远 那我问各位 台北股市经会什么大跌 跟美股有关 那我问你 美股重不重要 你觉得重不重要 很多人跟你讲 那都不用管他了 连组会讲什么也不要管他了 我跟他说 如果你没有国际官的话 你只有一直买 拼命买 每天叫会员去买 你要看得懂这个盘式 你必须要有国际官 什么叫国际官 我们来仔细看 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 上个礼拜的盘是忽涨忽跌 然后呢轮动很快嘛 对不对 但是我跟他讲 你要小心 美股反弹结束 对不对 好 我再仔细看 上个礼拜的盘 他一直在盘嘛 那我上个礼拜二怎么跟他讲 我说你要小心盘久必跌 因为这个都跟美股有关 对吧 好 上个礼拜三台北股市还在盘嘛 我跟他讲啊 你要拼看看 还是说再看看 我给大家答案是什么 我说你再看看吧 不要急 对不对 好 再仔细看 到了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我跟他讲啊 美股来到多空关键时刻 有没有 好 各位 一整个礼拜以来 我都在跟你分析美股啊 那美股怎么看 为什么美股股是会跌成这样 好 各位 很多东西都有它的 应该说有它的因素在了 那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出端倪了 不是说等到跌下来的时候再来讲 那都来不及了 你去看嘛 上个礼拜啊 英特尔对前景看淡嘛 华尔街他去砍目标价 而且下调裁测 好 各位 那天我怎么跟他讲 你看哦 我跟他说嘛 英特尔那时候呢 已经跌下来了嘛 这个盘检区他破了嘛 当天他在收在41块2 那我说前低在40块3嘛 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块 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 这个还爆量底啊 这个破底的几率很大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你看哦 隔天 英特尔创波段低点 到了礼拜五呢 英特尔再创今年的低点 对吧 好 那各位 当英特尔呢 他有创波段低点的压力的时候 我怎么跟他讲 我说英特尔都创波段低点啊 你美光跑不掉啊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嘛 美光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 他收在68块6了 那我说 这个盘检区那个最低点在681嘛 差0.5毛嘛 那你英特尔都破啦 这个一定也会破啊 那这个破下来之后就是看啊 前低会不会破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美股为什么跌那么凶 你看 美光创波段低点 创今年低点哦 有没有 好 当年英特尔创低点 美光也创低点 所以我上礼拜我问你啊 你觉得台积电撑得住吗 好 各位 你再仔细看 台积电也破月线嘛 那现在准备要来去测前低了嘛 对不对 好 当这些都跌的时候 有没有 你再仔细看哦 接下来的苹果也好 或者是Tesla也好 这些呢 都会受到拖累 那你说美股直稳了吗 不可能吧 所以我上礼拜就问你啊 我说你觉得这些东西重不重要 你觉得这些东西重不重要 问题是 这个市场没有一个老师跟你讲这个东西啊 那你连这个东西你看不懂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追踪美股嘛 那今天台北股市会跌是跟美国股市有关啊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 很多时候你去找的老师后 连什么叫做国际观都不懂 这代表什么 他没有比你厉害到哪里去啦 真的啦 你不懂算正常 因为你也不是专业嘛 但是连你的老师都不懂 你不要乱跟喔 真的啊 跟到最后呢 你会发现到喔 奇怪怎么搞的 每次盘跌的时候呢 你都逃不掉 啊涨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赚不到 或赚一点点 结果呢 跌的时候全部拖回去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要懂得国际观 才能够真的帮你去趋吉避凶 那那些呢 没有国际观啊 我跟你说什么国际观这些 什么连准位不重要啦 这里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啦 不要再跟了啦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跟金钱 好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 那你今天台北股是跌下来了嘛 到底前低会不会破 那还是一样 我们来看啊 科技股会不会破前低嘛 尤其费半 它会不会破前低嘛 对不对 好 那这我要怎么去做研判 我们仔细看喔 美股礼拜五跌的时候呢 我想这个原因应该 也不奇怪啦 之前我们就跟他讲啦 因为礼拜五要公布CPI嘛 西班指数呢 年增8.6%超乎预期 创1981年以来的新高 这创40年来的新高 这40年以来啊 这个物价真的是 来到这里是最高的 好 那各位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很多人会跟你讲啊 同膨到顶了啦 所以你这里要做多啦 是不是 好 各位我怎么跟你说 我记得在五月底的时候 美国先公布PCE指数嘛 PCE指数呢 当时没有再创高嘛 那上个月月初的时候 公布的CPI指数 也没有再创高嘛 可是那时候我跟各位讲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跟大家讲喔 这是全球性的东西啦 虽然让你看到 上个月没有再创高 不代表说这个月不会冲高啊 为什么 因为德国的CPI指数 它创下28年以来的新高 然后呢 我说你的物价的走势 到底会不会再创高 你要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在哪里 油价跟CPI嘛 对不对 那时候我怎么跟你讲 我说你看红色那条是油价 蓝色那条是物价 你物价都跟着油价走啊 所以你说到底这个月 公布的CPI指数 它到底会不会再冲高 你要去看油价嘛 对不对 结果你会发现到啊 我说油价都没有跌啊 之前二物战争油价冲高 那时候CPI指数创高 合理啊 创高之后拉回嘛 所以你前一个月 的CPI指数没有冲高嘛 可是你在这个月以来 你看喔 五月份以来 那个油价它一路涨啊 所以我说 CPI指数怎么会跌得下来 我说最好就是 这边高档震荡嘛 结果呢 CPI指数再创新高 那当这个东西创新高 造成美股的压力 那会不会再继续 还会有压力 那我这里要怎么研判 我们来看啊 当这个CPI指数 创新高啊 我跟你讲 美国啊 不要说美国股市啊 连美国官员都鸡飞狗跳了 为什么 你看喔 约伦说 美国近期通膨率超过8% 他说令人无法接受 为什么 因为连准会啊 他当初把2% 设为通膨的目标嘛 那你现在已经来到8% 已经高出多少了 那结果呢 当整个物价一上来的时候呢 因为到了今年11月份的时候呢 美国要选举嘛 那你现在拜登要怎么办 所以呢 拜登现在找那个 带罪羔羊啊 他说美国通膨撞40年新高啊 拜登就刺说 油商赚得比上帝还多啊 有没有 重点在哪里 油价嘛 很合理啊 因为你油价上来 你物价就上来 你油价不跌 你物价跌不下来啊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的言论啊 已经在讨论什么 好 这就是重点了 通膨下不来啊 对啊 之前不一定跟你讲嘛 通膨到底呢啦 这里就是要大买啦 好你买看看嘛 你乱买看看嘛 进一个跳空下来 你不要跟我说 你这里是大赚 好像不可能啦 各位你仔细看 现在市场在讲什么 讲说 美国通膨加剧 市场预估 7月 升息三马的几率 接近五成 好那各位 会不会升三马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我也觉得 先不用去考虑这东西 但是我觉得 升六月 应该说这个礼拜嘛 升两马嘛 我认为7月还是升两马啦 因为你升三马 对经济伤害太重了啦 真的啊 那一下会伤害很重啊 所以呢 现在市场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几率比较大 就是说 联准会前副主席 他有讲说 联准会必须要再升息 50个基点就两马 三到四次 他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不止六月初啊 跟七月要升息两马 可能接下来还有三到四次呢 也要升息两马 好那各位 那就代表着说 你看哦 这礼拜六月嘛 六月升两马 七月让他升两马 接下来是九月 十一月跟十二月 很有可能啊 就跟我们之前 在年初预测的差不多啦 就说 接下来都升两马的几率 比较大啦 所以我说 升三马你就不用管他 好 那当这个升息的状况 他没有改变啊 好没有改变会怎么样 你看哦 这东西我们都讲过了 你会发现 我们在之前跟你讲的东西 到现在整个盘市的发展 没有差很多啦 好没有差很多 你注意看嘛 我那时候就有跟各位讲 五月份那时候升两马嘛 你公债殖利率是不是创新高 来到多少 5点 5点2 3点2左右嘛 对不对 结果一拉回的时候呢 市场就跟你讲了 那不会再涨了 不会再涨了 对不对 你看啊 每天叫你买的人都是这样 只要稍微有风飞扫动 每天都要跟你讲大涨 说不好听 你怎么跑得掉 这让你股票都一直套啊 你怎么跑得掉 跑得掉 你已经前面套三千多点了 不是只有套这里而已 那你今天看我的节目 我怎么跟你说 我说不会啊 因为接近六月中的时候 它会涨啊 因为那是时间线 还不到的关系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礼拜五的时候 十年级公債殖利率涨了3.7%嘛 它现在来到3.16% 前高3.2%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再创高 CPI指数呢 它再创40年新高 你觉得十年级公債殖利率 到顶了吗 那如果说这东西没有到顶 它会造成什么影响 各位 这又回到我4月12号跟他讲的 经济跟股市的热性循环 就在这里上嘛 你看通膨下不来嘛 升息升两码嘛 现在还没有讲到6月份的缩表问题 对不对 好所以 现在已经有一些经济衰退的一些 一些证据跑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这很正常 因为你一直升 经济难免会衰退 只要不要说 是很明显大幅数衰退 或者什么硬着陆 那种大幅度衰退 一定会跟升三码有关 所以我现在三码 我们不去考虑他 就用两码两码来去看 好 那因为你现在 公債殖利率一直飙嘛 现在都已经快创新高了 所以你现在又回到这里 是不是 你股息殖利率小于公債殖利率 所以你电子类股会有卖压 所以为什么这几天你看到 哇怎么搞的 美国股市高科技股跌 这半跌更凶 很合理啊 因为过去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他讲 上个礼拜我就跟他说过了 当台北股在这盘整的时候 一堆老师跟你讲说 这里就要过季线啊 这里就要走攻击啊 我就说嘛 我所看到的证据就不是这样子啊 一个礼拜 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告诉你 你要小心美股会 会有出现反弹结束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上个礼拜我跟他讲啊 台北股市涨不涨得上去 你还去看韩股啊 两个结构一样嘛 韩国股市比我们先落底啊 我们这么讲啊 看起来这个样子 它是比我们先落底嘛 那你这个地方要谈就是要 它要先谈啊 结果你注意看嘛 今天南岸股市再创末端低点 有没有 再创今年低点啊 你说台北股市要大涨嘛 这里就是低点嘛 不可能啊 所以你说国际观众不重要 同志们我今天都不要跟你讲 台北股市里面的内容 不需要讲 一堆股票很惨啊 有什么好讲的 讲了你心里也不舒服啊 是不是 但是你永远都跑不掉 为什么 这我跟他说的啊 当你没有国际观的时候呢 就一直买啊 啊你今天选的老师 没有国际观跟你有什么差 对啊 我跟你有什么差 那没有人比你懂到哪里去啊 反正就是每天买啊 啊每天找那个涨的股票来跟你讲 讲一讲就说 啊这是我的股票 骗笑 从来都没有拿什么买点来给我们看 是不是 看到股票涨停板呢 就是什么 公贺涨停板 我说 你要被骗到什么时候啊 真的啦 你要被骗到什么时候啊 特别人你自己去想一下 我跟他说过 不要每次跌的时候你都逃不掉了 涨的时候你就赚不到 你老是讲的你都没有 这样子有什么好跟的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这盘怎么看 我们来看 重点来了 6月1号我就跟各位讲 反弹核实建高点 那时候的核实我就跟他讲 你6月中要升息 所以那个时间领域接近6月中你要小心 对不对 我说公债跟油价是指标 我有说错吗 我6月1号就跟他讲 油价公债继续涨 你说6月我们押 这一定有押的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上个礼拜我就跟他讲了一个重点 我就说 台北股市能不能谈得上去跟美股有关嘛 那你今天飞半都已经上个礼拜五就已经 上个礼拜四就已经破月线了 所以台股跌是合理的啊 对不对 现在重点放在哪里 放在你飞成半导体会不会破低点啊 你看嘛 英德尔已经创今年低点了 美光创今年低点了 这再跌下去台积电也撑不住啊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嘛 你觉得台积电会撑得住吗 如果美光继续跌了 英德尔继续跌了 那你台积电呢 不要说在创低点 我说测前低几率很大嘛 对不对 那你说台北股市呢 不会跌了 怎么可能 所以呢 现在要看什么 飞半的走势呢 会不会在创破断低点 对不对 你现在离前低呢 大概70来点而已 但是 礼拜五的时候 我有跟各位讲一个重点 我说 飞半会不会在创破断低点 有一个指标啦 指标在哪里 就10年期公債殖地率啊 如果你10年期公債殖地率 再创新高 不用讲了 那个飞半已经创低点了 因为前面已经让你看到了嘛 你10年期公債殖地率冲高的时候 电子肋骨先跌啊 你这是在冲高 电子肋骨不跌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看10年期公債殖地率 这几天的走势啦 如果没有创新高 那最好了 可能来到前低附近 能不能给你震荡一下 这是最好的走势啦 可是呢 不管你费成半导底 他是不是再创破断低点 有没有 我要给你修 我礼拜五就跟他讲 这里让你看到跌 他是终极反弹前的最后洗盘 你也可以把它讲成说 终极反弹前的最后压盘 为什么 好 各位仔细看 很多东西我都帮你规划好了 你去看 五月下旬 我就跟他讲 终极反弹应该是在落在七月份左右 是不是七月底 这在说啦 应该在落在七月份 没有 我要看这两个 有没有 我很多东西都跟你预告了嘛 对不对 当然你会现在开始怀疑 之前没有跌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跟你讲要往上攻 好 你相信 你现在跌下来之后呢 我现在跟你讲说 后面有终极反弹 可能会落在什么 七跟八月份左右 你会想 跌下来你就不相信了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跟他说 为什么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七到九月份这个时间点 是约量终极反弹应该装到的时间点 运营在哪里 你看喔 其实我之前也讲过 五月份升粮码 这礼拜六月份要升粮码 七月份 有人说可能要升三码 我把它放一边 我现在看不出来升三码 七月份应该升粮码 那我跟他讲嘛 你七月二十七号 升完粮码之后 八月份就休息了 九月二十一号 可能还在升粮码 我们通通把它当作升粮码 各位这中间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你会说 为什么要在这里会有终极反弹 我到年底有终极反弹不行吗 同样你看喔 九月二十一号升粮码 十月份空窗期 十月份再涨吗 没有喔 十一月二号 你十一月二号又要升粮 你到了十二月份 大概十四号左右 十二月中又要升粮 你一整年以来 真正让你看到空窗期比较久的 就是七到九月 那你这里不出现一个终极反弹 你什么时候要出现终极反弹 你想一下 这样有没有道理 不要这中间是 这两个月是最好的空窗期 而且你看你连续 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都升息粮码之后呢 你等到八月初九月初再看CPI PPI 搞不好有点降 你等到它降的时候 我跟你讲股票已经冲上去了 那当然 终极反弹要怎么抓 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个指标我就不在节目里面说了 这留给会员 好不好 因为现在节目不是你在看 很多老师也在看我们节目 那看怎么看 到底要怎么看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国际观 所以抓不到东西 就每天叫你买 每天叫你买 每天叫你买 所以这个盘 他现在在压盘 那我说上礼拜我就讲了 中级反弹前最后洗盘 我跟你说 你现金要多留一点 不是吗 你前面已经跌三千点 然后台北股市谈起来的时候 每天都跟你讲 这里要大涨这里要大涨 你怎么会讲什么不重要 那什么国际观不重要 你说重不重要吗 你老师都没有这些东西 不就跟你一样吗 不是吗 好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七到九月份 很可能就是说 因为现在六月中 六月份再压下来 可能那个低档 不一定要等到七月 可能在六月下旬的时候 就应该要进去 但是我刚好说 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个指标一出现的话 我们要开始中押 所以我刚刚讲 很重要的是 盘你要看得懂 你看不懂 都没有这个分析 所以你就是每天买 每天讲的股票都不一样 反正就是涨的都是你家的 跌的都不是你的 那么厉害 我就跟他讲 这老师为什么不去 庙里给人家拜 这人厉害成这个样子 跌三千点都会跟你讲是大赚 更何况这两天跌下来 一定是大赚 是不是 盘都解不出来 你要什么大赚 所以你要怎么赚得到钱 你要看得懂牌 好不好 所以呢 这波的走势里面 我们什么之前 那什么 一月份又跟你讲 什么恐怖第一季 什么三月份跟你讲 恐怖第二季 什么四月十八号 跟你讲万六未必是支撑 这都过去了 当台北股市跌下来的时候 我又跟他说 会反弹 我也跟你讲 是不是 你看说五月十要画的图 我说顶多在万六复资金盘 稍微多谈一点点又怎样 后面还是要跌 所以你看 我之前是不是有跟他讲 很多股票低档买高档卖 第一档买高档卖 你看我上礼拜是不是都跟他讲 第一档买我高档卖 是不是 你老师都没卖 有没有 第一档买高档卖 第一档买高档卖 这样不好吗 你想一下 除了个股部分 还有指数 指数待会我们再带一下 剩三四秒 你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你一起来 好 体验价 这个体验价 最主要我知道帮你抓什么 七到九月的终极反弹 当那个机会到的时候 你不要放弃 不要每次该买的时候你不买 该卖的时候你都不买 所以想要掌握终极反弹的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欢迎你来练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走步 核心超后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我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违固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必选工具 运达走步 02-2781-0909 2781-0909 我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走步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 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宜实施 稽查取地之违规 看样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 则以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与秩序的 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 连续违反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即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吸手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政部警证述 感谢您 欢迎回到现场 最近的操作我们都是比较稳当的操作 不需要乱买 那指数的部分呢 这个6月6号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们在夜盘的时候去放空 有赚200点了 上个礼拜呢 我们有高点空它一趟 赚50点 今天我稍微去抢一下反弹了 这地方有赚60点 我没有失误了 好像累计出来已经有300多点 这样做小菜了 真正的大菜 真正的主菜 在7到9月的终极反弹 我们现在在抓那个点 那如果说 你想要去掌握那个 今年以来最 就是说那个 涨最多的那一段 赶快跟着一起来 不要错失那个行情 体验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通货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通货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旅行人不做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通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通货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